大家好,歡迎來到如何不工作一年 對還沒看過帕萬跟帕圖的朋友趕快去看一下 那今天呢,我就來分享出行的這部分 那如果你想要省錢的話,最靠譜的就是你的雙腳 我的原則就是可以走路就不搭車 可以搭車就不要搭計程車 那如果搭計程車的話,就一定要跟別人騙車 就是盡量把出行的費用減到最低最低 然後又可以到達目的地 那GPT這部分呢,其實網路現在很發達 也有很多平台可以比較 那其實有時候你可以用轉機的方式 來到達你的目的地 如果機票真的很貴的話 那你可能可以考慮用火車或者巴士的方式到達 那我做過最誇張的巴士就是從成都去到上海 全程大概2000公里左右 做了36個小時的巴士 而且它還不是我補 它是那種,也不是旅行巴 它就是那種位置很窄的一般的巴士 可是我就省下了1000塊人民幣的機票 那其實還好,因為它是開在高速公路上 像我做過最痛苦的就是從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去到波卡拉 因為它是山路 它的路不是柏油路,它就是非常崎嶇的路 那200公里的路程總共花了10個小時 大飛機的話只要花45分鐘 可是大飛機要100塊美金 因為坐車的話只要10塊美金 所以沒辦法,我還是選擇坐巴士過去 這就是省錢要付出的代價 那其實坐巴士跟坐火車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選擇坐夜鋪的 就是你可以晚上可以省回住宿費 然後一吊起來又到了目的地 是不是很怕 那另外到了一個城市以後呢 在城市裡面,我一般都會選擇走路 像以我的速度就是一公里大概走15分鐘 很常都是一天走兩三萬鋪以上 可是走路我覺得很好的是 因為走路很慢嘛 那你就可以觀察到身邊很多不同的事情在發生 你會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還蠻喜歡走路的 那如果就是有時候我背著太大的行李 或者是天氣不太好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騎腳踏車 如果有公共交通當然是首先搭公共交通 那有時候就是沒有公共交通 或者是拼車來的比較便宜的話 我會選擇用拼車的方式 拼車的話你就可以在背包客的親侶上 認識一些背包客 或者是問背包客老闆就是拼車的訊息 說親侶也有人想要拼車 那就可以一起拼 就多跟背包客聊天 然後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被撿了 被撿的意思就是被人撿上車 那這邊我可以介紹一個就是 撿人網 那撿人網上面就是有很多撿人的訊息 那你就可以在上面找就是 你要拼車去哪裡 或者是你可以把自己丟上去被人撿 那除了以上省錢的方法以外呢 我還是有透過其他一些方式 來賺取一些零用錢的 那其中一個方法呢 就是打工換宿 打工換宿呢 它叫Working exchange 就是你用勞力來換取住宿 那它跟打工度假 Working holiday的也不一樣 打工度假呢 它是透過國家政府的機構來申請的 但是呢 那申請的條件有限 像馬來西亞就只能申請 紐西蘭或澳洲的 然後我就是那個 搶破頭也搶不到位置的那個人 但是呢打工換宿 它就處在一個比較模糊的地帶 但是透過私人的管道 跟雇主交易的 就是當義工 然後它提供赤柱這樣子 所以它就沒有限制 你只能在同一個國家換宿 那怎麼找到這些換宿的地方呢 那有幾個平台 首先就是HelpX 或者是Workaway 這兩個平台呢 上面都有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雇主 那你可以在上面找你想要換宿的 有的是農場 有的是旅館 然後有的是教育語言的 有的是建築的 反正有很多各式各樣不同的工作在上面 非常有趣 你可以去看看 然後每個雇主開出的條件都不一樣 有的是只有換宿 有的是還報吃 然後還有的就是還會給零錢花 這你不要自己詳細的去看 那Workaway和HelpX這兩個平台的內容 其實蠻像的 所以你只要選擇其中一個註冊就好 那另外一個呢 叫做WWOOF 它是中文名叫做 世界有機農場機會組織 很難聽 它裡面呢一般會提供住宿 然後跟 Workaway跟HelpX很像 可是它是專注在農場這一塊的 可能在農場然後自己摘自己煮這樣子 非常的健康 那除了換宿以外呢 有時候我還會幫人家做一下代購 我不是一個很專業的代購 所以我沒有經營什麼代購服務的代購平台 可是我會在一個叫Brandbin的代購平台上看 那我下一個目的地的人 有沒有要求什麼代購 然後你就可以幫那個人代購這樣子 那如果心理允許的話 我就會幫我們帶一下 然後賺一下零錢 那以上就是我總結 一整年來套這6000美金 當背包客的生活啦 那這樣算了 吃的方面 一天大概4到5美金左右 那一年下來就是1800 住的話也是4到5美金左右 總共花了1500塊美金 然後交通費1000塊 就包含機票啊 車票啊 火車票啊 那其他玩樂的部分 還有門票呢 就是花了800塊 還有就是爬珠峰大本營的時候 我也花了1000塊 其他生活方面呢 就是100塊左右 那總共就是花了6200塊 那我之前提到6000塊 就是我之前打工儲蓄賺回來的 那其他200塊呢 就是在路上旅行的時候賺到的 所以下次見到我不要再問我錢從哪裡來 花多少錢了 我是不會回答你的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下次再見囉 掰掰